上节课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选项卡之后呢 这节课我们来把我们选项卡的数据 我们给它填充进来 我们这节课呢 去实现我们的第一个云函数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Cloud Functions里面 我们右击 然后新建云函数 我们需要去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呢 获取到我们分类的相关信息 我们就要get 下滑信 然后label 获取我们的标签 然后我们创建就可以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web控制台 然后我们点击 点击详情 详情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云数据库里面 首先呢 我们要获取label里边 我们所有的记录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在这里 我们的云函数index里面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先去创建一个我们数据库的应用 unicloud.base database 这是获取 获取数据库的应用 然后呢 这里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入餐 我们先删掉 我们用不到 我们直接声明一个label label等于个什么呢 我们abot 然后db.collection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表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表明叫什么呢 就叫label 我们在这里是label 最后我们点get 这样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把它输出一下 我们再return我们的label 我们去执行 我们上传 上传并运行我们的一个运函数 在我们的云控制台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输出 我们稍等我们上传 上传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运行 等待我们的一个返回结果 成功之后呢 我们看我们的一个返回结果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我们一共返回了六条数据 然后data下面呢 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去请求回来的一些数据 就是从我们的label这个表里面 去请求回来的数据 现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数据 去返回我们的客户端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label.data 我们简单处理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在我们return里面 给我们的客户端呢 我们返回一个code code是200 表示成功 然后message 我们给他一个数据请求成功 最后呢 是把我们的data 就传给我们的客户端 这是返回给我们客户端的数据 一个简单的操作 就把我们的数据获取到了 然后来回到我们的客户端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首先在我们的method里面 我们先去给他声明一个方法 我们叫getlabel 我们使用unicloud.data 然后有一个call function 这是我们的一个获取云函数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需要给他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name name的名字是什么 name的名字就是我们云函数的名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直接会给我们显示我们当前所有的云函数 我们选择getlabel 然后呢我们怎么去接收 我们写一个callback回调 我们写一个success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我们的res 然后在unload的时候 我们页面一进入 我们就去调取这个方法 我们来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在我们的h5中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们刷新一下音命 我们有一个报错 报错是因为上节课 我们有一个index 我们没有声明 我们给他补一下 是在我们的table里边 我们找到table 然后是在这里 我们声明了个index index呢 我们这里没有去给他声明 那我们就去把它声明一下 index 这样的话 我们的报错应该就没有了 然后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 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呢 跟我们实际返回的不大一样 这是因为我们只是在我们的云函数里面去写完了之后 我们并没有去进行一个上传部署 所以说我们写完之后 一定要上传部署 上传部署之后 才是我们最新的代码 之前是我们直接return我们的label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的数据 可能跟我们之前返回的一个不一样 上传完整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页面刷新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看我们的result里面 code200 然后message呢 数据请求正宫 然后我们data里面 给我们返回了lata数据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六条数据呢 去渲染到我们的table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在这里啊 我们的index一面 我们data里面去生成一个table list 给它一个空数组 然后呢 我们请求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里success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方式呢 我们不用毁掉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premise的方法 我们直接.zen等于 这跟我们的callback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 我们拿到result等于res 然后使用什么呢 this.table list等于result.dat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我们的this.table list 看是不是正确 回到我们这里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拿到了一个数组 我们需要拿到data数组之后呢 我们传给我们的table组件 然后在组件里面去实际渲染我们的内容 然后把它我们的table list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声明一个属性 属性呢 我们就叫list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table list 我们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的table是接触不到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table 现在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那么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table 在这里面我们去声明一个props props呢 我们去接收这个list 然后这是一个对象 对象呢 我们有一个type type是我们希望接收的一个值 我们是一个error 是一个数组 数组呢 我们一个default default呢 我们给它一个 我们retain一个空数组 这样就拿到我们的外面传进来的list 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注意这里面 我们data里面之前声明的这个 我们就用不到了 我们把它删掉 现在我们直接保存 我们看一下效果 其实现在就可以正常的去显示我们的一个内容了 然后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啊 我们请求的数据已经正常的渲染到我们的页面中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是通过call function的一个方式 我们去调取了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调用我们的云函数方法 这样的话就会去执行我们的一个get label的一个云函数 我们到云函数里面呢 我们被接收调用之后 我们去顺序执行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会去db.collection下面去找到我们的一个label的表 然后点get 我们只有get之后 我们才会实际上去接收到我们的一个值 这是获取label表的数据 我们获取到之后呢 我们把它复制给一个变量 我们叫label label呢 里面会有两个值 我们取data下面的值 就是我们实际需要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return 通过return的方式呢 把我们的数据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返回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客户端里 然后就会通过我们的一个回调的方式 或者一个promise的方式 去接收到我们return回来的一个值 就是我们的is 接收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值 复制给我们的一个变量 然后再去把我们复制的这个变量呢 去传给我们的一个table table接收到这个值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组件里面 然后我们的proves 去接收到我们的一个list值 接收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元素上面 我们有一个v-for循环 然后实际上去渲染我们的一个值 这就是我们从请求云含数 到实际渲染的一个过程 没有两个问题 我们应该격你的 在那这个问题 从方向一定悟想得事 感谢观看